大家好 我是野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头盔的奇形体验 它就是HGC的CSR3 CSR3其实就是CS15 我两年前做了一个视频 其实它是一个头盔 只是两个版本 销售的地区不一样而已 有些细节不一样 如果你要看一些细节 你可以看一下 CS15的一些视频 下面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CSR3和CS15 这两个头盔的区别在哪里 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版本和认证标准不一样 CSR3是越南产 它销售的地区是中国和北美地区 采用的是DLT认证 在中国的售价是750元 CS15现在也是越南产 因为中国的工厂搬到越南去了 曾经的售价是580元 它的销售地主要现在是欧洲 采用的是EC1认证 相比CS15来说 CSR3是减了配的 它没有鼻罩和下巴网 但是CSR3的售价提高了170元 其实在国内生产和在越南生产 品质对于大品牌来说都是一样的 就像苹果手机在富士康生产一样 现在CSR3变成了进口亏 它的关税成本 还有中间的一些费用都提高了 所以它的售价也提高了 第二点就是配置上 CSR3它是少了原厂的鼻罩 还有下巴网的 但是它这个镜片锁还是存在的 据说这个镜片锁要到240公里 每小时的速度才能用得到 如果你要开这个速度以上的话 强烈建议你一定要买有镜片锁的头盔 当然了一般我们是用不到的 第三点就是两个头盔的 细带方式不一样了 CSR3是采用了双低扣 我个人比较喜欢 因为双低扣分量也轻 带起来也非常舒适 CSR5大部分都是用插扣的 快插扣 有些人觉得双低扣不会扣 非常麻烦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熟能神巧 如果你用惯的话 我相信你也会喜欢上双低扣的 我下面也就演示一下双低扣的一个戏法 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些认证 我们现在熟悉的一些认证有 DOT ECE 3C SHOP SNILE 还有GIS 还有一个FIM 去年推出来的FH PHE 这个认证 目前是第一个版本 据说2020年 它会升级到第二个版本 这些认证的区别 我们这里先就不多说 其实各个认证 只是适用于他们各个地区的一个标准而已 就像英国的车子 它是采用右舵 然后我们中国是采用左舵 这个方向盘不一样 这里我来稍微强调一下 这个SHOP认证 我个人认为SHOP认证 是被国内的一些商家或者品牌给利用了 SHOP认证是采用平分制 就是一到五分 五分是最高的 这也导致了让国内一些车友误解成 就是平分越高 这个头盔的是越安全 那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那我这里就反问一句 SHOP认证这么牛 那为什么国际赛事都不承认它 反而是EC1这个认证 是国际赛联 就是摩托车赛事 都非常认可EC1 只要你这个头盔拥有EC1的认证 你是可以参加这个比赛的 另外你看国际大牌 这个Array Shoy Loland Shark Charlite 这种 HJC 哪个去大肆宣言过SHOP认证 那都不是那些国内的一些商家 或者一些国内的品牌 在鼓吹这个认证 反正就一句话 谁鼓吹 谁收益 那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广告 当成真理看待 也许您看到这个新闻 或者资讯 有可能是有人刻意 想让你看到的 背后的真相 是需要你自己去挖掘的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车友来说 最安全 最实用的做法 是买一个尺码合适的头盔 然后每次 系带都吸好它 因为数据表明 10%到14%的事故伤害 都来自于 这种头盔的脱落 所以有些车友追求舒适 买大一码的头盔 这是不好的 因为大一码的头盔 第一个是容易脱落 第二个是在碰撞的事故中 产生二次伤害 希望车友切尔记切记 接下来我来说说 CSR3 这我两天下来的 一个骑行的体验 主要有四点 第一点 在包裹性和舒适性上 经过两天的使用 我觉得包裹性 是非常不错的 在内衬的舒适性上 内衬是比较偏硬的 我第一天带过去的时候 带了一上午 两边的脸颊就夹得比较酸 但是第二天就好很多 一般这样的心盔 是需要磨合个半个月左右 然后它会根据你的脸型 慢慢的定起来 戴起来会比那种新买的头盔 会舒服很多 当然了 中高端头盔 它的内衬会舒适性会好一些 这个是不可比喻的 而且CSR3耳朵部位 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空旷的 我戴起来了 我戴起来了 耳朵是不夹的 但是你加了蓝牙之后 可能会有一点点挤 特别是你耳朵是招风耳的 这种情况 装了蓝牙之后 你肯定会 耳朵部位会挤一点 那CSR3它这个内衬面料 是采用短容面料 我个人有点不喜欢 就是出了汗之后 你裸带进去的话 它是有点刮脸的 所以我都是戴头套 佩戴的 我这里来就 顺便推荐一下头套 这种头套 它是树干材质的 你出汗 它是不会捏着头盔的 然后它能降低 头盔的拆洗率 就是你戴了头套之后 这个头盔就会显得比较干净 你拆洗的频率也会降低 第二个就是现在很多头盔都会装蓝牙 你真的是说每次去拆洗的话 蓝牙都要重新装一遍的话 这样子非常不方便 所以说我建议在大家骑行的时候 配合头套使用 带头盔 第二点在通风性上 CSR3的前部 顶部有两个通风口 进风口 然后底下部处有一个进风口 然后后面 它是有两个敞开式的透极口的 所以它的通风性还是不错的 我测试了之后 就是左右开顶部的左右这个开关 我一个关闭一个开 都能明显 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风 从头顶吹进来 下宝处这个开关 也是能明显感觉到这个进风的 总体来说 我在城市和三间骑行 我觉得它的通风性还是够用的 第三点 就是很多人都在意的 这个头盔风罩问题 说到这个头盔风罩问题之前 我首先表明 就是说风罩问题 根据个人的体验不同 就是个人的差异会非常大 就比如说 呆着就非常不喜欢 我那个Shoy的X12的那种密闭性 而我就觉得无所谓 我觉得非常安静 如果你很在乎 如果你很在乎这个风罩问题 我给你找到了这个2020年 国外网站的 给出的十大最安静的头盔 你可以看一看 网址在下面 那这十大最安静的头盔里面 CSR3 也就是CS15 这个排名是第三的 榜首的是LS2的这个 FF323这个头盔 当然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下次给大家试试 那有没有解决头盔风罩问题的 这个神器呢 那有 那我手上拿了这个 我用的 就是这个20块钱 就是这种降噪耳塞 那这个耳塞啊 其实用起来 有的人会怀疑 就是说安全不安全 那我其实从西藏啊 那一趟旅行之后啊 我特意去测试了这个事情 包括我这一次去测试这个头盔啊 也是带着这个耳塞 可以明确的说啊 它不会安 它不会影响你的安全驾驶 而且啊 就算是你最风罩最大的头盔 你戴上这个耳塞之后 也比这个风罩最小的这个LS2 323啊 这个噪音要小 相反的啊 你戴这个耳塞的话啊 会降低你的骑行的疲劳度 那特别是啊 你长途骑行的时候啊 它也不会影响你听那个车流声 还有那个喇叭声 包括你就算是戴了蓝牙耳机 它也能听得清的 下次呢有机会呢 我来给大家专门说说这个降噪耳塞的事情 另外我这里还说一下啊 国外有一个实验 就是用小老鼠做的实验 在110分贝的这个环境下啊 这个老鼠15分钟就死了 所以特别是你骑这种多卡迪 这种很吵的这种车啊 啊 推荐你可以用用这个 那第四个呢 就是CSR3的这个 镜片快拆快装系统啊 这个是非常好用 特别是你在这个长途骑行啊 你这个镜片上全是啊 这个虫子尸体的时候啊 你停下车的时候之后啊 你就很非常方便的可以拆下这个镜片 然后去把这个镜片冲洗啊 湿润 然后用啊 棉楼精啊 啊 才干净 这里呢 不推荐大家干擦这个镜片啊 容易刮花这个镜片啊 降低你的这个镜片的使用寿命 说到镜片这个事啊 啊 我在等红一灯的时候 非常烦恼的一个事情就是啊 我打到一半 就是它中间有一个一半的 这个打开位置啊 我打开之后 那个镜片的边缘 刚好在我视线中间啊 上面因为镜片是有取力的嘛 上面是镜片 下面是空气 然后就特别不舒服 那我希望这个HGAC这个头盔的设计师啊 能考虑到这一点 那最后我来总结一下这个CSR3啊 经过两天这个齐心的这个体验 对于它这个1600克的重量的时候啊 哇 我反正是觉得不重的 然后在通风性上啊 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这个镜片快拆 非常好用 那谁用谁知道 那内衬呢 是偏硬的啊 它的面料呢 也是短笼材质 我个人是不喜欢 所以我一直都戴头套 它在做工上啊 可以说在750元这个级别 就这800块钱之内嘛 是一个标杆级的产品 你可以跟任何其他的头盔 做一下对比 如果你在选购这个700到800 这个之间的头盔啊 就一定要看一下这个CSR3 那最后顺便打个广告啊 这款头盔呢 我们骑士网自行店也有售 这个车手版呢 就是Tony的24号这个车手版啊 是售价860元 报我的名号 可以减100 那普通版呢 它是售价750元 那可以减50 但是呢 我们每个都 每一单呢 都送这个下巴网 就是价值55元的这个下巴网 综合起来这个优惠呢 实际上是比618和双11都优惠的 这个优惠期也是有个限度啊 截止于5月10号 有喜欢的 你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啊 最后呢 我带的这一顶这个头盔啊 就这顶 以399元的这个价格啊 出售 它还是配的下巴网的啊 无摔无碰啊 久久心 只有一顶啊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也跟我们客服去拍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